一開始我們就要請年黃上來告訴我們說 這一場昨天直播分手擂台 結束了 我們分手了 然後呢 今天終於登記了 你看這三組人的照片 我剛剛特別注意看 柯文哲今天去登記的那個表情 叫做死面 叫做死面 我沒有看過有人去登記 參選總統 副總統 臉上表情如此凝重 你就講歉臉 然後他那一千五百萬表情 剛剛是不是從星光銀行領出來 我不知道 先看這三組組合 這一組叫做 Made in Taiwan 美德 in Taiwan 這一組叫什麼呢 叫柯文哲無心銀 就沒贏了 柯文哲無心銀 諧音 對 柯文哲無心銀 這一組叫做 猴照 就是猴要照 準備要照 這樣很尷尬 這樣很難選嗎 觀眾朋友 這樣很難選嗎 用諧音來選啦 但是我覺得啦 就是說 事實上他們這樣搭配 是有他們的目的性 以及效果啦 你分析他們的效果 這一組柯文哲說穿的 就是為了錢嘛 他真的缺錢 對 他真的缺錢 而且因為柯文哲 今年募款會很困難 就是因為 你知道很多金主 他是覺得說 那我投資總是 不一定要有回報 但是我總要贊助一個 會贏的人嘛 但是我跟人家講 我有贊助余北神 他後來當選了 有面子嘛 對不對 如果想說 我有贊助那個誰 他後來落選了 那他不是很糗嗎 所以 但是呢 其實星光也不是笨蛋 對啊 我們都看得出來 星光會看不出來嗎 開銀行的都很會算耶 對 對不對 各個都比朱立倫精算 對不對 所以會有錢 但是不會太多 不會太多 但是至少選舉補助款 選舉補助款 吳馨寅不會跟他要嘛 對 但是我提醒 全賺 吳馨寅你現在已經登進來不及後悔 但是我不曉得你有沒有 在答應之前有沒有問柯文哲一句話 記不記得柯文哲曾經在他的白色巨塔裡面講過 他是一流的人去讀醫學院 嗯 對 那吳馨寅讀什麼你知道嗎 讀什麼 他讀歷史 藝術 藝術史 完全不入流 對 第六流以及不入流 對 所以柯文哲你找一個不入流的當年的副手 你是在羞辱你的選民嗎 哇嘞 糟糕了 第一流加不入流 好痛 難怪無心贏啊 無心要贏 直接被掌臉 所以我說柯文哲無心贏嘛 就是無心要贏嘛 我沒有要贏啦 所以找一個不入流的啦 對 找一個不入流的來搭檔嘛對不對 好 那這一組呢 這一組有趣了 這一組應該是結束了 因為剛剛的外國媒體已經 對 用斗大的標誌講說他放棄了 他連署人那麼多呢 90萬 所以我借用一句苦林老師的話 許文龍走了 留下了奇美博物館 郭台銘不選了 留下什麼 90萬張廢棄的連署書 好不環保哦 還有20多個 好不環保哦 對 還有20多個現在被收押的 然後這一組有趣 這一組我認為是 趙少康應該是侯友宜最後的選擇 而且我認為有可能是最近才決定的 為什麼 因為趙少康的功能性極強 我要講幾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性 國民黨從今天開始會全力殺民眾黨 你記不記得 在今年大概9月10月的時候 自由時報曾經有篇報導 國民黨某高層透露說 要把民眾黨打回4% 國民黨 提趙浩康就是要全力殺民眾黨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大家記不記得 這一陣子以來一直吵著說 要讓柯文哲來站台的 國民黨小雞是哪些人 許曉鑫 羅志強 全部都是戰鬥男 那個今天要花錢請吊車換 砍棒的葉原資也是戰鬥男 趙少康是戰鬥男的掌門人 掌門人出來選副總統 你們這些戰鬥男小季 還敢叫柯文哲來站台 找死嗎 所以全力殺柯文哲 全力殺民眾黨 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呢 趙少康 他出來可以預防一件事情 最後柯文哲操作氣保 因為目前看起來 常常做的情況之下 最後第二名一定要操作氣保 他才會有機會 因為剛網易傳的分析是說 他們其實就像當年的黃大洲了 對 他趙少康在這樣 黃大洲會被棄 對 沒有 可是趙家涵就是預防被棄 趙家涵可以鞏固藍軍的基本盤 預防被棄 所以他最後可能 會就是 趙少康的功能就是預防棄 防棄 對 可是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有趙少康的選舉會熱鬧很多 因為趙少康一定像個自走炮一樣 對 到處打來打去嘛 對 那我反而覺得對民進黨立委選情 反而是好的 因為支持者會有危機感 因為趙少康攻擊性極強 對 雖然傷害性不大 但攻擊性極強 不要這樣瞧不起趙大哥嘛 他一天要吃多少豬肝 你不是嗆他說你吃給我看嗎 你一定要吃多少豬肝 還要吃六碗 吃六碗豬肝湯對不對 好 從現在開始你每天都吃六碗豬肝湯 吃到1月13號 所以對民進黨支持者來講 危機感會被激發出來 所以我覺得對民進黨的立委選舉未必不利 而且我預測今年的總統選舉 最後可能會演變成 至少立委選舉會演變成藍綠對決 民眾黨的立委會完全被邊緣化 一方面是因為他區域立委候選人本來就不強 所以你看蔡壁如今天逃生了嘛 對不對 蔡壁如那一區台中是第一選區 不是就是藍白合作示範區嗎 現在藍白合作已經沒了嘛 蔡壁如逃生了嘛 不分區他都不認識都是柯的幕僚 對他今天開始出來炮打黨中央對不對 所以民眾黨的立委會被邊緣化 而民眾黨政黨票在藍綠兩黨的夾殺之下 特別是藍營一定會阻打民眾黨 因為他們兩黨的政黨票重疊性高 那葉元智打嗎 葉元智應該會打 因為以他如此善觀風向的天文學大師的身份 應該很會跟著打 畢竟他是上書大人十分機靈 對對對很會觀風向 所以呢他應該會跟著打 而柯文哲將來的選戰策略 一定也是主打國民黨 因為對柯文哲來講 國民黨才是他要挖牆角的地方 說得也對 所以最後 而且他避免被邊緣化 所以他一定柯文哲接下來一定是 一邊打一下民進黨 一邊打一下國民黨 他要趁聲量 維持自己的聲量 所以我覺得這場選舉 有的時候看到加入之後 確定桑卡都之後 其實精彩可期 了解 感謝連話的分析 就是說總算是這個大局定了 到底有幾組 大家也不會再霧裡看花 我們有一則新聞 就是這兩組 今天早上去登記的時候 其實現場各 雙方的支持者 其實也都滿熱情的 在那邊高呼口號 說動算動算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來看一下 今天 將近中午的時候 這兩組去登記的 最新的現場狀況 大家好 今天我代表台民眾黨 來登記參選中華民國第16任的總統副總統 2014年就差不多在10年前 我離開了工作30年的台大院 也就是在對面 開始投身政治 一直到54歲 我參選之前 其實我當了30年 一個很單純的外科醫生 2014年在大家不看好的狀況下 我當選了 台北市改制以後的第一任 第一個的民選市長 他一項主張的就是希望能夠 藍白合作 藍白合作是邵康兄 最忠心的期盼 這個期盼 到今天早上 他依然告訴我 還是希望能夠藍白合作 他可以不當副總統參選人 隨時發明藍白合作的契機 他就是這樣子 沒有他自己 他只希望完成中華民國 以及捍衛台澎金馬土地人民的安全 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外媒還有這個風傳媒 其實都有報導說 郭台銘他清理下台聲明 他強調會支持 最能下架民進黨的人選 他不知道到底是怎樣